香港資深藝人KVB知名老氣骨薛家宴今年已經73歲了 但他依舊活躍在螢幕之上不然退休 去年年初薛家宴被捕與交往多年 少他17歲的內地男友分手正式恢復單身狀態 近日薛家宴受邀參加某檔訪談節目 在節目中薛家宴有高調宣布與男友複合了 因此引發了不小意義 據薛家宴透露現在他還處於戀愛狀態 但也明確表示 不會再結婚很滿足於現在的狀態 其實在去年薛家宴突然報出分手的新聞時 外界都覺得特別震驚 同樣也覺得特別遺憾 薛家宴的這位男友名叫Andy的兩人 在2018年戀情正式曝光 但考慮到對方是圈外人 所以這些年薛家宴一直把對方保護得很好 Andy的獎商、職業、外界都不清楚 當時據薛家宴透露 受到外界形勢的影響 他一直在香港工作 而男友失留在內地 兩人很長時間都沒有機會見面 最後兩人協商 結束這段多年的戀情 不過薛家宴也特別強調 他和男友屬於和平分手 不涉及其他因素 兩人分手之後 還是朋友也會有聯繫 不過這次採訪中 薛家宴又宣布和男友複合也是不容易 但外界都在猜測 兩人複合的關鍵 估計還是在南方Andy的努力 這段關係才能重歸於好 兩人穩定戀愛十多年時間 Andy一直都是默默陪在薛家宴身邊 平時薛家宴工作特別忙碌 Andy也會抽取很多時間飛到香港 只能說Andy還是特別癡情的 面對這段感情 薛家宴自己也特別珍惜 在採訪中 他甚至還表示自己已經絕驚 不會再生話 薛家宴之所以會提及生孩子的事情 是因為在他看來男友還有結婚 生孩子的想法 Andy現在還不到60歲 想要結婚 有自己的孩子也肯正常 但這兩點薛家宴都無法滿足 男友也只有妥協了 值得一提的是 Andy認識薛家宴的時候還不到40歲 兩人確定戀愛關係之後 Andy爭兩次向薛家宴求婚 但兩次都被薛家宴無情拒絕 按照事情的走向 Andy應該會主動和薛家宴提出分手 但偏偏Andy就是個癡情種 即使薛家宴不答應結婚 不生孩子 但他依舊還不離不棄 即使兩人已經分手了 但他還努力走回了這段關係 薛家宴作為KVB螢幕上 最具代表性的老氣骨之一 他一直都是開朗 樂觀的形象 是大家眼中的開心果 最近這兩年 他幾乎不怎麼拍劇了 平時的主要工作 都是參加一些中藝節目的錄製 或者是受要參加一些商業演出 由於知名度較高 薛家宴的出場快並不低 憑植商業演出 薛家宴這幾年也是讚了不少前 薛家宴的喜劇角色扮演的一直都很出彩 他的事業穩定 經濟憂鬱 子女妖失 唯獨感情不能圓滿 如今又能再次與Andy複合 也算是對萬年的生活增兼諸多色彩 不過隨著薛家宴的年紀漸長 身體也逐漸變得愈發的不如意 之前薛家宴出席活動時 提到自己的眼睛有問題 他表示一開始眼睛看不清楚 他沒在意 以為隱形眼鏡有問題 換了三次隱形眼鏡也沒有改善 過了一段時間 他去驗眼時 醫生告知他血管收窄 要立馬做手術 把針打到眼睛裡 當時他害怕極了 幸好醫生技術不錯 第一次手術很快就做完了 這次露面 薛家宴透露了最新的病情 他稱將入院做第二次手術 一個月只能做一次手術 前後一共要做三次手術 做完第一次手術後 他的情況有明顯改善 醫生說能帶回隱形眼鏡 可以不帶有康眼鏡 這樣就可以化妝飄飄亮亮出鏡 不過做完第二次手術後 又要休息幾天才能再帶隱形眼鏡 說起來薛家宴之前曾說過 自己有五百度近視 但為了工作 他平時很愛戴隱形眼鏡 可以說是相當敬業了 在薛家宴的身體逐漸恢復 很快又回到了舞台上 另外薛家宴聖子吉 這幾年還出現了幾次 在公共場合出道的情況 最近在馬來西亞表演時 發生了一場意外 差點導致不幸事件 穿著仙子打扮的他 在升降台上準備走向舞台中心時 掩舌出道 薛家宴與其他知名演藝界人士 一同登台表演 現場氣氛熱烈 他身穿圖紅色仙子妝 飄逸的裙擺伴隨著音樂的節奏飛舞 仿佛是舞台上的精靈 然而就在他準備步入舞台中心時 突然間一個意外發生了 或許是孩子太高 或許是台面的不穩定 他的腳步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掩舌跌倒 現場所有人都緊張地注視著 心跳也似乎停了一下 就在這危急關頭 陳展鵬和馬德忠迅速伸出雙手 穩住了薛家宴的身體 避免了更大的意外 事件曝光後 也來不少網友吐槽 設計服裝都無腦的 不會裁短點啦 如果沒有兩位男士 又是一個事故 真事都不知道舞台設計怎麼上的 還好有兩個大歲哥陪在一起 兩人互發 薛家宴當天不忘在台上 用幽默化解大家的擔心 我見到你們都很開心啊 所以剛剛差一點點跌倒 還好有兩位歲哥扶著我 他又透露當晚感冒 慶幸還能唱得 薛家宴是個苦命的女人 33歲的時候 薛家宴突然宣布告別演藝圈 原因是自己要結婚 一直以事業為重的薛家宴 這一次選擇了婚姻感情 而這個讓他甘願放棄事業的 就是在美國經營餐飲業的虎商 寫寶慶 兩人在結婚之後 薛家宴也跟著丈夫一起去往美國 並且在美國定居 當時他天真的以為 這會是他新的人生 兩人感情一開始很好 之後薛家宴更是為這位寫寶慶 生下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然而薛家宴天真地做著家庭主婦 錫寶慶卻偷偷出軌了 回家製造越來越少 對於老婆孩子越來越不上心 甚至錫寶慶出軌被發現後 他索性離家出走 將三個孩子留給薛家宴不問不問 而且沒過多久寫母就上門來收房子 原來錫寶慶慰了轉移財產 提前將房子轉到母親名下 狠心的婆婆並不心痛被遺棄的儀式和三個孫兒 直接將他們趕出門 最終薛家宴和石寶慶離婚 三個孩子都歸他撫養 他沒有拿到一份錢 期間還幾乎花光了自己的接觸 短短幾年時間薛家宴便經歷了人生過山車搬的大喜大樂 他活在被丈夫背叛的痛苦中不能之白 對於生活和愛情所有希望都破滅了 他暫想陽台想要一死了之 就在他的腿想要跨過欄杆的時候 女兒在後面下媽媽 兒子還一念天真得再是薯條 薛家宴實在不忍心 雕下三個可憐的孩子 深想自己連死都不怕 還有什麼做不到 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孩子養大 幸運的是 當時真正劇組正在走女演員 也邀請了薛家宴 本來想著自己已經適應這麼多年了 沒有了自信 剛開始也是拒絕 幸好參演之後才發現自己一點都不生疏 而且還獲得觀眾的好評 憑藉著好兒這個角色 他再一次開啟自己的演藝事業 雖然帶著三個孩子很艱難 但有著自己的事業他還是很開心 然而就在薛家宴的事業終於步入正軌 他靠著自己的努力供養孩子上學 帶著一家人搬進大房子時 他那消失當年的前夫社保慶又回來了 這個男人婦婦哀求複合 想給孩子們一個完整的家 但這次薛家宴不會再想當了 他沒有給對方機會 薛家宴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傻伯甜少女 經過分辨之後他也變得更加堅強 在工作上非常努力又經驗 幾乎不給自己休息的時間 靠著影視片約和綜藝職類一定的財富後 薛家宴開始積極投資 他名下有多處房產 還創辦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藝術培訓中心 這女還培養出了一名港者 薛家宴早已成為了娛樂圈類的隱形富豪 他的身材也越來越圓潤 額頭上的雅伙似越來越突出 整個人呈現出怪氣逼人的氣質 認了算命先生的語言 2009年時薛家宴因身體不惜接受了割乾手術 但術後恢復並不理想 一度引起各種併發症 甚至威脅到心臟有性命之憂 薛家宴當時便立下為足將自己的財產 全部留給三個孩子 他的房產、股票、基金以及珠寶等加起來已經過億 不過薛家宴闖過了這次鬼門關 他的身體逐漸恢復 很快又回到了舞台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前段時間對於李映在家中跌倒離世 家宴寫子最初收到消息時也不敢相信 但後來有很多朋友致電才證實 覺得很難過 來的的時候很屬有合作 那時候二十多歲九不久又見面 幾年前造流行經典50年都有請他做嘉賓 不過疫情關係沒怎麼見 家宴者指事情發生後突醒過一年零漸場 出入也要小心點 不要跌倒 又透露早前先到拉跌倒弄傷骨後 也叮囑對方要小心 我現在洗澡不敢關十門 至少哭的時候都有人聽到 因為我洗澡幾分鐘 好趕時間的 女兒都有叫我充慢點 總之一次小心 現在的薛家宴已經73歲了 但是看起來一點都不會顯得腦太隆重 反而滿臉紅潤 神情進顯年輕 可能是因為跟他幸福的生活有關 現在薛家宴三個子女已經長大 有了自己的事業 他也開始放慢拍戲的腳步 享受晚年生活和小男友甜蜜一愛 令人羨慕 促緣薛家宴與Andy能幸福到白頭 至於外界的流言蜚語與壓力 並沒有那麼重要 人生話只要自己快樂 其餘都是身愛之物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讚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 然後我們下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